罗和基德打得过黑胡子吗 首先罗和基德在战绩来说 他们没有真正的打败一个死祸 而是靠罗的尖技 加上基德的这个冲击力招式 电磁炮把大妈赶出了战场 他们并没有真正 靠实打实的这个战斗 打败大妈 这就给他们的这个实力上限 画上了一个问号 这就有点尴尬了 黑胡子展现出一开始的这个战斗实力 简直就是普通清海的实力 到后面越打越强越打越强 到大将四皇实力 甚至会到强四皇的实力 这个罗根黑胡子的一战 应该心里已经有数了 他大概知道黑胡子的后期 会变成怎么样强的一个存在 黑胡子的霸气实力 一直没有不断转现 恩王果是能力 尤其针对能力者来说 又是非常大的一个霸格 恰好罗根基德 又都是恩王果是能力者 他们两者合作的这个实力 是效果不俗的 我感觉是比罗家路飞的这个合作 要更好的 基德看似性格很猛 但是很多时候 比路飞要更讲究团结 路飞有的时候太个人主义了 老想自己单干 但是这两人合作 还是没有真正的 给出一个 在战斗上的这个终极答案 就是真正的打败打忙 在这样的情况下 让他们再去挑战黑胡子 我估计结果不会差太多的 黑胡子一开始被揍 而且被揍得很惨 结果到后面 不知道怎么了 就烦杀了我家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